媽咪, 媽咪 你回來了? 怎麼在這裡睡?不回房間睡? 你整晚去了哪裡?我很擔心你 對不起, 媽咪 你知不知道 耀群陪了我整晚等你回來 耀群他來過? 他天蒙蒙江自走的 如果不是我出去回去休息 他說要等你回來為止 我看得出他怕你怪他 怎麼會呢? 現在是他哥哥出賣我又不是他 最好, 其實你別生氣任何人 更不要生氣你自己 你沒有放在你爸爸的廠裡 是媽咪的 媽咪, 你別這麼說 當時你叫我不要預支錢給霍塞電器 我沒聽你說, 證明你是對的 你在這麼短的時間 拿這麼大的訂單, 搞研發的產品 而客人又有興趣 你爸爸一定會以你為榮 你千萬不要放棄 我不會的, 媽咪 我昨晚想了一整晚 想起以前爸爸教我的事 我一定不可以放棄 雖然現在家電廠被榮海收求 但是還在運作 我一樣可以繼續營運下去 繼續爸爸的實業精神 你說過嘛, 爸爸在上面看著我們 是, 你爸爸真的看著我們 我們去拿一下 你媽咪 你的男性 你自己買一元 你買一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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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來到榮海集團 我們今天召開的是 星滿天家電廠的股東大會 我們榮海作為星滿天的最大股東 我們現在即時宣布會關閉家電廠 稍後我們計算星滿天的資產淨值之後 我們會以市價兩倍的價錢 收購各位手上的股份 股份我不會賣,絕對不會賣 不然你不賣 榮海是家電廠最大的股東 家電廠做了很多訂單 由我爺爺動我爹爹,再由我接手 我們死亡海的從來沒試過失信於人 我們會照合約 賠償給他們的客人,是嗎? 沒錯 你既然沒心搞的,幹嘛搶奸創 是不是屬於我爹爹的 你一定要搶到手才安心? 這裡是股東會 不是你發善亂說的地方 我沒亂說 叫客人 你說我就可以了 你公報私信 你根本就不抵得我爺爺 把所有東西留給我爹爹 你別讓我承認你,我告訴你 你不要走過 我沒有在這裡要走過 你不要走過 你無權,你無權在我身上 你不要走 我有兩個人在這裡 老闆給了兩個平息給我的 大姑媽,他都有權在這裡 你給我爹爹 你不是大姑娘,你知不知道 我可以在這裡,少爺仔也可以在這裡 你呀,我找你很卑鄙 我沒有住 你知不知道 誰的事 家電廠是海家的根 海家,你不知我 我們有權在這裡 我們繼續開會 海娘,我有點事想跟你說 你有什麼在這裡說 你真的想我在這裡說? 我時間很寶貴,你有什麼就說 你說我兒子不分尊卑 我畢竟是你大嫂子 你應該對我比較禮貌 你又想跟我說這些? 我沒什麼跟你說 我就是想你不要結束家電廠 我辦不到 家電廠沒有存在的價值 那怎樣才有存在的價值? 是不是你海量做的事 才有存在的價值? 有利可圖,就是來定有沒有價值的標準 那你接了家電廠 對你有什麼好處? 這是我們榮海發展策略的商業秘密 跟你無關 跟家電廠有關的,就是跟我有關 我們話不投機,再說下去沒什麼意思 坦白說,要不是因為你是我大嫂子 我根本不會開出這麼好的條件 收購你的工廠的部分 你要我不結束家電廠 我很難答應你 你要答應我 因為是你欠我的 我欠你?我欠你什麼? 你在這個時候跟我說前程往事 你夠膽在這個時候跟我說以前的事 我告訴你 我海量欠任何人都沒有欠你 沒有欠你們 你夠膽說你所做的一切都沒有私心 不是公布私手? 是兩高婆欠我的 你就被了一口氣 搶散我老公的事,令她跡路成鎮 你害得我五十歲不夠就手掛 我兒子適合大學畢業 什麼工作經驗都沒有 就要擔任你整間廠 所以你不僅欠我的人情 還欠我的命 我們現在孤兒寡父 當然沒有條件跟你扒 不過,如果你說沒有欠我的 就留下間廠給我兒子 我還沒做過另一份工作 我還沒做過另一份工作 我還以為做到死了 我都在家電廠 阿姆, 阿姆, 阿姆 我真的還在想 就算這間電廠在榮海不亂 只要這間廠還在 我還可以繼續低跌的審議 總之我是結束這間廠 你這個壞事 還有這個壞事, 連親戚也不放過 遲早就天天收回 小心 小心 周叔, 你出門有時沒有關燈嗎 你也沒有, 我一定關燈 是不是有賊進來的? 周叔, 整個燈都開了 為甚麼要開我的燈 你先坐下 坐下 誰 小童 誰 窗戶 還不大? 老大? 為甚麼一對我爸爸這樣? 何時回來的? 爸爸, 這樣吧 你臭小子 對我爸爸不如我 老大 老大, 上去吧 誰回來? 老大, 上去吧 老大, 上去吧 來, 上去看看 看誰回來 來 老大 老大 老大, 你回來, 你追我 你回來, 甚麼事都沒有 你回來, 甚麼事都沒有 你回來, 甚麼事都沒有 你回來 為甚麼家電廠搞得這麼糟糕 我自己沒用 我小時候沒有比低威 是否這麼說話 是事實 現在整間廠被二叔吞了 說要結束也沒辦法 那不代表認輸 你讀電機工程 都是搞家電研發生產 你自己開個家 反正你二叔會給你錢 那裡夠的 本來那個品牌就沒有了 是否這麼不懂得轉搏 明天你做起了, 有資金 就把我的名字買回來 你二叔也不知道做我的名字 想想, 這個大義不錯 現在有你在 有多個人可以跟我商量 我不用甚麼都自己擔 對了, 為甚麼失驚無慎回來 祝大家新一年 不用再戴口罩 每個都看見我漂亮 祝韓國業套年業績彈起 每個都有紅利, 恭喜…